这个是很有意义 这不是笑话 一场疫情 让我们明白 人这一辈子 拼的不是钱 也不是房子 而是生命跟健康 活到最后的人 才是真正的成功 拥有健康的人 才是真正的富足 那你要佛得很精彩 人只要佛得很精彩 我是认为这样子 佛得很精彩 就叫做成功 就叫做成功 佛得很精彩 就是成功了 我们不能够 佛得每天很多的烦恼 身上也不健康 每天非常的违密 没有做一整天下来 连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你都没有做 佛就不如死 那个是佛死人 佛死人 每天你一定要做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 这样子的人生 才做着精彩 如果你活的 那个好像要死不死的 像一个僵尸一样 每天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也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思 你活在人间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 你每一天一定要做一件 对你自己的人生 跟众生之间 有意义的事情 最少一件 所以我讲修法很重要 做事情很重要 救人很重要 就是在这里 出了家的人 更要深入了解这一点 这一点 你每天要过得很有意义 你要做得很有意义 利益你自己 跟利益众生的事情 每天一定要 至少要做一件 这样人生才有意义 你不能老是当三宝和尚 吃饱 睡饱 晚饱 叫三宝和尚 有些人出家 我退休以后再出家 你退休了 就表示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体力老了 然后每天 出了家以后 东摸摸西摸摸 一天又过去 睡睡觉 吃吃饭 睡睡觉 吃饭饭 然后到处东看西看 这佛得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学佛的人认为 这拖着死尸的人 你就是把你自己的身体 当成尸体 每天拖着这个身体 拖着死尸的人 今天要佛的精彩 就是 不管你是出家人 或者是在家人 都是每天都要做 至少有一件有意义 让你觉得我今天活的没有白佛 这是一定要做的 我看到有些人在笑 这笑的人 表示他心领神会 但是他本人是 要死不活的佛作 一定要做有意义 利益自己 也利益众生的事情 我是这样子认为 好 谢谢大家